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们这集来看一下网站流量要怎么观察 网站流量通常必须在这个网站本身里面有技术器 技术器 或者是如果你的网站本身没有技术器的话 那你可以去安装Google Analytics 就是这个东西 Google的分析器 那Google分析器它最大好处就是它的分析内容非常的多 非常的详细 那可是呢 它最大坏处就是因为太详细了 所以导致很多人根本就看不懂 或者是我个人是觉得很麻烦 就是还要再跳到Google的网站 然后来看这些细项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精确的分析 尤其是你这个网站如果有购物车系统的话 你要精确的分析你的每一样商品的来客数量 观看数量 然后购买年龄层等等的话 那你用这个Google分析器那就OK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这种一般的官方网站 我像这样一般的官方网站 我并没有去销售商品 那我的页数也没有像几百样商品的那种购物车 这么多页的话 我了不起就十几页二十页三十页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我们讲的网络行为来人报课程里面讲的这个 weblin的驾站系统 它本身里面就已经有内建这边 你只要登录之后 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网站 然后选择到你这个网站 你就可以看你这个网站本身的技术器 这边它就有做统计了 右下角这边可以切换成中文 这边可以切换成中文繁体 然后上头这边就可以去点击这个见解 它是insight 翻译成见解 那你把它点击一下 从这边可以大略看出来 就是说你这个礼拜有1575个人进来 然后这个礼拜流量是这样子 持续程序下滑 因为我没有买广告 所以又下滑了 然后这个礼拜的造访次数是上升的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来的人有比较少 但是来了这些人 他们看的页数有比较多 这是pageviews 就是看的页数 因为一个人有可能看一页以上 所以这个页数一定会比这个人数还要多 好那你可以点击这个箭头把它点进去 进来之后这个overview就是这个总览 这边有一个unique visit 就是来的人 人数有7410个人 比这个月以来比上个月多了30% 就是最近30天 比之前的30天多了30% 然后pageviews就是总共看了几页 总共看了28394页 7410个人看了28394页 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个平均每一个人看了几页 平均是每一个人看了3.832的页数 一个人看了三页多就对了 平均 那点击这一下这个traffic 就是流量这边这个摘要 这边跟刚刚的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pageviews就是总共看了28394页 7410个人一个人看3.8 然后底下这边有一个图示让你比较快速的看出来 紫色这个是来的人数 来的人数 然后蓝色这个就是看的页数 从这个图表可以快速的看出来 那这边呢 只是大概看一下你来的人数有多少 那我们再来看底下这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网站的活动 site activity 网站活动这边 他可以看到每一页来的人数 每一页的观看次数 不是人数观看次数 这个一条线就是根目录 就是这个网站首页的意思 网站首页就是根目录 网站首页 这边网站首页来看的人 有2490个人 一般来讲照道理讲 首页来看的人应该是最多的 因为是网站的第一页 但是也不一定 譬如说内页 像这个写信后面有文字的这个products 那你看一下这个products是哪一页 我就放在这一页这里products.html 这一页 假设你把这一页拿去刊登广告的话 那这一页有可能人数会超过首页 我讲的是有可能 但是一般来讲首页通常会比较多秒钟 2490区间是在右上角这里 2019年的7月25号到2019年的8月13号 就是这一个月直接这30天内 这30天内的人数 然后这一页oplus.html这一页有610个人 好那如果你不晓得你这一页到底是什么内容的话 像我是有把这个档名改过 所以我看得出来这一页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或者是或者是你忘记了 没关系你就把这个后面这一串英文复制起来 然后到你的网站首页 然后后面这边 后面这边按斜线 然后把刚刚那一串贴上去就好了 贴上去然后按一下enter 好就会跳出来你这一的内容是什么 那你就知道原来这一页是什么 这一页有610个人 这30天里面来了610个人 那如果说你有买这个脸书像素的话 像我们会去买脸书广告 那如果你有买脸书像素的话 脸书它有一个功能就是说 你可以去抓曾经到过某一个页面的人 最近的30天内来了几个人 然后把他们当成受众对象 把它当成你的自定受众 那我就会去这样抓 比如说这一页来610个 那我要把这610个人当成我的受众对象 虽然我不晓得这610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这边有610个 观看次数不是人 观看次数 我就把这个网址 我们在脸书广告里面有提到 怎么去做设定 就是我去设定来过这一页的人 我要把他当成受众对象 将来呢 我要再对这个人呢 再次投放广告 那就叫做再行销 再行销意思就是 我要让他看到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我的广告 这个就是可以锁定这个页面 那他有一个规定就是 也不算规定啊 就是说脸书它希望你最好是超过1000个人啊 也就是说你今天要去买广告啊 你这一页啊 你可以来看你这一页 有多少多少个page view 才610个 我觉得这个当做标准 他的基础数值不够 最好是要像这个一个月内呢 2000多个人来看 最好是这一页 这样脸书他去抓的数据会比较精准 抓到这个人会比较精准 如果你要去买类似受众的话 建议就是你去抓你的那个页面啊 有多少人去超过1000人去看过是最好的 那这614个view不代表610个人啊 假设这个人看过两次呢 那你除以二 假设平均一个人这一页来过两次呢 在这个月之内 那他除以二不就变成只有300个人来吗 对不对 所以有一个方法就是刚开始呢 我们去买这一页的广告 让他快速的在这10天或一个月之内呢 这边就冲破两三千个pageview 两三千个观看次数 然后呢我们再去设定这一页 当成那个广告的基数 就是当成制定受众的基数 那这样脸书去抓的时候就会比较精准 将来去打其他的转换广告啊 那他就会更精准 帮你抓到类似受众就会更精准 好扯源了 那这边呢 右边是和之前比较 这边是提升的 这边提升的 表示这几个页面 这个月都有提升 来看的人都有增加 好这边是看你的每一页的观看次数 好再来这边有一个source 就是referral 就是谁帮你介绍来看你的网站 就是有人跑到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有我的超连结 然后就会他在从这个网站点击之后 连到我的网站 好那这个是从Google来的 表示有人在Google上面去搜寻 然后找到我 然后从Google点击 然后连到我这边来 就是YouTube的连结超连结 有可能是我自己设定的超连结 因为我在YouTube上面有放了好几百支的影片 那每一支影片我底下的说明栏 我都有设定连结 连到我这个网站来 所以从YouTube来的也有239个 你可以从这边按一下这个views 就可以照顺序排 照这个数量pageview 这个观看次数的数量从上往下排 那你就可以看到从哪个网站来的比较多 这个叫做转介绍的网站 从那个网站过来的 然后这边可以看最近50笔 最近10笔 最近25笔 最近50笔 好再来这一个就更有趣 就是有人搜寻关键字 然后来找你的 这30天之内有人搜寻流浪海拔 这三个字 然后来到我的网站 因为搜寻这个关键字 然后在搜寻情上面搜寻这个关键字 在点击之后 跑到我这个网站 好那底下呢 这个sales代表说 为什么我这边都没有 因为我并没有去启用它的购物车 因为我有讲过 Weblin的购物车本身没有支援台湾的金流 他只有PayPal可以用 所以其他金流不是用台湾 所以我就不建议大家购物车 在Weblin里面去做使用 所以我的购物车我也没有用 所以这边数据就是0 那我们就看刚刚的那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ok 好那如果你要看别的网站呢 你就从这边关闭 这边去下拉 然后去点击其他的网站 比如说大叔教练的网站 我这边就可以去点击 然后去看到另外一个网站 他的Page View 以上就是网络行销懒人包里面交给各位的 在Weblin的驾站系统之内 本身就已经有内建这个基础器 可以让你去观察你的网站本身有多少人来观看 当然你也可以去调整一下右上角的这一个观看的范围 这是最近三四天 那你也可以看自定 你可以自定日期 你可以自己去自定日期 来观看你想要看的数据 顺带一提 就是在这个基础器里面 你要观看你的每一页 你的每一个页面的网址 后面的这些观看数量的时候 因为Weblin它内建 如果你的网址没有特定 没有特别去设定的话 它会是一长串的数字 网址会很长很长 就是内页的网址会很长 那你可以自己去设定里面的 比如说比较有意义的英文字 像我把它设定成products 或者是oppress等等 或者是join 或者是line等等这些页面 那怎么去做这个设定呢 我们在网络行销懒人包的课程里面都有去说到 你可以在这一页的网络行销懒人包的products这一页的后台 这个前台 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教学里面 这边A3-58 如何制定网站内页的网址 这边教学就讲到